- 火鍋不斷 大家好,我是胖爹 歡迎收看胖小屋玩具開箱 這次介紹的是Marble Rangers 無限之戰的黑寡婦 這款黑寡婦出自於復仇者聯盟3 無限之戰的造型 先來看一下盒子的正上面 其實有一個復仇者的一個 Logo 正面可以看到黑寡婦以及她的一堆配件 和黑曜獵手的身體 另外呢 兩旁都是史嘉雷漂亮的美術圖片 背後則是有介紹一個基本資訊 以及教你如何組成一整套的BAF 回歸到HFIG的部分 頭部可以一個左右的轉動 往上看的幅度大概是這樣 往下則是這樣 頭部為球體關節 仔細看一下她的面相 其實真的做的非常的像要給孩子寶一個大加分 真的刻畫的非常的好 肩膀可以360度的旋轉 平舉的部分超過90度 手肘圍一段式的關節 彎曲最開可以到杖 手腕上下左右的轉動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腰圍球體關節可以上下左右的一個轉動 但幅度非常的小 來看身體細節的部分 有把電影的衣服造型給做出來 不管是細節還是配色方面都有刻畫出來 相當的漂亮 鼠膝部為球體關節 可以做出劈腿的動作 最開到掌 往前的彎曲大概90度 但並不到 往後只有一點點 大腿上方有旋轉點可以轉動 但是會受到腰套和槍套上面的限制 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你轉動只能一點點 膝蓋為二段式的關節 彎曲到這樣 腳踝有做一個貼地的基本設計 所以上下左右轉動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著來看 豐富的配件 有附贈兩個可替換的手腕 為握拳的一個造型 另外呢 有附贈一個棍子 這棍子呢 你可以組成一個大的長棍 也可以把它拆下來變兩個短棍 其實這棍子的洗節都有做出來 而且呢 做的像配色上面來講 胖爹還蠻喜歡這種銀黑色銀黑色的 另外呢 有附贈這兩個 胖爹其實不太清楚這到底是什麼 是槍呢還是棍呢其實看不太出來 但是呢 他可以插在 史嘉雷的兩腿的一個造型上面 增加了這個整體造型的一個豐富度 之前有人留言問胖爹說 人車黑寡婦的頭雕有辦法裝在電影的黑寡婦身體上嗎 這次就來試試看 把人車的頭雕換成電影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比例上也不會特別奇怪 如果把史嘉雷的呢 裝在之前人車的黑寡婦的頭雕上面的話 其實史嘉雷瞬間變得超級性感的 我覺得比例上並沒有特別的問題 希望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結論是這款Marble Rangers 黑寡婦 全身身高約15公分左右 整體的可動度雖然普通 但造型實在太還原電影 還附贈了很多的配件 把玩起來相當過癮 非常推薦給喜愛電影角色的粉絲們 最後假如你有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做詢問哦 謝謝大家收看 感謝再感謝 支持胖胖小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快來我們的官方臉書按讚哦